因为过年要到了,春安工作从1月21号启动为期25天 县长林从贤昨天亲自前往江西警分局 慰绕各工作人员的辛劳 也强调今年春安以治安平稳,维持交通顺畅 服务热行为工作主轴,要让县民平安过新年 今年的春安工作结合了义勇警察、民房、村里社区 守望乡租队及志工等民间力量 从1月21号展开一直维持到2月14号,为期25天 县长林从贤昨天晚上亲自前往江西警分局 以及守望乡租队来慰绕工作人员的辛劳 不幸运,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修宣来感恩威乐 尤其天气这么寒冷 我们特别来提醒这些东西 跟我们所谓协力的县日支援要注意保暖 大家穿好修 甚至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转警 高通可以兵顺,地安可以兵温 对着所有的服务,可以让大家感到复制性的服务 最重要就是要让大家过一个好年 在这里也请所有的外国民,所有的乡亲朋友 尤其到我们这些客人,或是这些地勤的这些 兄弟姐妹,尤其到,要感谢他们的美好 今年的穿单工作以治安平稳 交通顺畅,服务热心为工作主轴 加强犯罪增房,维持交通顺畅 立即回应民众需求等等 县长呼吁乡亲有任何的需要可随时与警方来联系 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新年 当然,如果刚才有任何总统 需要我们团队长与所有的地安团 来帮忙的地方,请故意免得起来 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大姓老母 如果过年要出戏头 家里有过重的东西 人家没开,可以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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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大家出门会可以注意看 所有的道路的图形 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宜兰团的所有交通管理 和我们所有的地安维护的管理 我们各种的准备都已经把国家担架准备 也希望我们在这个过年里 祝大家一个过节的好年 在春节期间有这一群不眠不休 辛苦执勤的人员的全心投入 要让全县的民众度过一个顺遂如意的 春节假期 宜兰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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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